請教鄭次 還有郭董事長 陳政次 郭董事長 徐文好 雖然說這個高鐵 給我們民眾的印象 算是台灣第一 你們理想中 還有哪些進步空間 來先請董事長 我想還有很多地方 需要努力 你可以 改善的進步的空間 不是你要努力 已經表現那麼好呢 我可以這麼講 其實一個運輸業 跟民眾非常接近 民眾對於服務品質的期望 是不停地在升高的 所以我們自己也是 不斷地要去找 這一個原則 我們時間有限了 直接講出來 你心中 我有個夢 我對高鐵有個夢 那個夢是什麼 講出來 我當然 第一 我絕對是 要維持高鐵的 這種安全的 絕對的責任 我覺得安全是 需要無限的 這是一個原則 對 那個實際的 一個境界 實際的境界 那麼 在服務面上 當然 我們希望是 說不停地在提升 當然 在未來的 這個 像我們現在新增三戰 我們也在努力 我知道新增三戰 事實上 在建造上 會造成我們很大的壓力 說實在 現在人民 這個手頭緊 沒頭緊 這個時間緊 那麼 這個心情也緊 台灣是前面哀嚎 前面哀嚎 很可憐的 我相信所有的官員 也都感覺 官不聊生 這個 當立法委員 現在 這個網民 網民在串聯 要趕出 在立法院的 這一百多條豬 是空前的 空前的 那高鐵啊 不管過去先天不足 那曾經 被這個馬英九先生說 那是廢鐵 那好在 他講話都 跟事實 最後都相反 不然的話今天變成廢鐵 該怎麼辦 所以今天我們從理論 很科學的 來檢討 那麼次長聽一聽 第一個 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 不應以營利為目的 你VOT 應該保障它合理的利潤 而不是 它一般企業的 這一個經營利潤 好 那這一個 VOT的 這公用事業 VOT的 這個股東 投資者 他當時如果沒有這種體認 的話 他就是來者不善 這很清楚 那政府在 柱度設計上 這個 合約的 這個設計上 如果沒有 沒辦法確保 這個 合理的利潤 而沒有超額利潤的話 那這個官員也是失職 不負責任 今天 台灣空前的這樣的 一個經濟情勢 社會狀況 這個時候高鐵 不能漲價 用其他的方法 你不及一時 原廠連線啊 等等等等 很多方法 配套很多方法 都應該把這個物價先穩定下來 你看 今天如果在這裡宣布 好 我們一年內不漲價 用一年時間檢討 大家馬上又鬆一口氣 這個做得到的 這個做得到的 高鐵絕不會倒 你負債再增加 齁 你禁職再付 也不會收回去 銀行也不會跟你討債 你為什麼急著漲價 這是我們立法員市值的地方 無能的地方 連這個高鐵漲價都擋不下來 你立法員還能夠幹什麼 國會有什麼功能 難怪立法院院長連自己的黨籍都保不住 這個國會丟臉啊 科學上可以辦得到了嘛 大家來講理論 通通不能漲價我們怎麼經營 這一句話是多餘的 不是永遠不能漲價 看條件看實際漲價 自然獨佔耶 又是公用事業 又是自然獨佔耶 什麼叫自然獨佔 就是市場 不可替代啊 可能技術的因素 可能其他 社會條件的因素 你這個自然獨佔存在啊 自然獨佔自然就有這個 你經營再差 你只要公關做得好 表面做得好 你就有獨佔利潤 誰知道你那個 你那個成本 是合理的 還是不合理的 是經營不善的 還是經營效率已經很高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國家的這種處境 人民這麼痛苦 反一年虧不可以嗎 真的不可以嗎 極心破例問題吧 擔當問題嘛 責任感問題嘛 不是嗎 難道這個主黨高鐵上架 還變成藍綠的鬥爭嗎 反對黨說不能漲價 主政黨說都可以漲價嗎 難道這個主張漲價的 這個搭車就會便宜嗎 不主張漲價的 就跟它貴一點嗎 不會吧 漲價通通漲價嘛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啊 現在看了服務雖然很好啊 但是我為不少 這一個搭車的人啊 他真的不宜跟一般人混在一起啊 不是說身份啊 有時是安全啊 還有他自己的需要 所以你商務艙以外 你應該加毫髮商務艙 或是頭等艙啊 你應該加貴一點嘛 這就是變相漲價的 但是一般人不會感受到啊 但那些人做得起 你應該去拜訪他 你來做 你做這個豪華的什麼倉 跟你怎麼樣的特別服務 裡面有通信等等 不會斷線等等 你應該往這個技術 往這個資本的投資上面 提升上面 去提高你服務的這個價值 讓他物超所值 願意出高一點 像張中某先生 像郭台銘先生 他搭四輪飛機一趟 這幾百萬 他搭這個 如果他滿意的話 花個幾萬塊有什麼關係呢 像這樣你就服務嘛 很多外國貴賓來想搭高鐵 搭一次以後他現在就不敢 現在商務艙裡面有路客呢 翹著二郎腿四個人在那邊打牌呢 想一想啊 這經營是什麼經營啊 你加一個豪華經濟艙嘛 豪華這個商務艙嘛 或是頭等艙嘛 好嘛 以後商務艙就讓那些財大七出的 休養不太好的做嘛 那我們去往上升級嘛 這我是比例啊 不一見得完全是這樣子啊 但是我們的服務人員真的很非常好 就像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公務局一樣 那個時候你看多好啊 多標準啊 多有禮貌啊 但是今天的公務局怎麼樣 台灣是退部的 怎麼可以這樣呢 眼見啊 你這樣下去啊 漲下漲下漲下 沒有社會責任的漲下 他本身慢慢的就腐化了 就腐化了 一定會腐化的 這一點啊 這個 郭董事長一定了解 我的這個 用心的良苦啦 那誰理上 理論上 不管從氣管學 或是從經濟學 我講的都是合理的 而且是可行嘛 不是嗎 你說說說看 是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看法 好啦 那我們當然 我們一直都在督促我們自己 繼續來努力 然後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所謂藍利要和解啊 是為人民的利益和解啊 不是為自己的好處和解啊 這個時候藍利和解 就是馬上 院會 跟交通部 大家在談 齁 然後這個禮 今天 這個禮拜五 齁 大家協調以後 公佈 齁 動長 一年 不要說院內是習天才說的 所以 這個功勞不給習天才 齁 所以就故意不理他 不要 人民很痛苦啦 台灣不能這樣下去啦 有保 不是沒有保 是我們有保 不是沒有用呢 齁 今天人民都苦啊 你看那個高鐵 齁 齁 康里尾 怎麼可以動一下 我們是不定義這個呢 怎麼可以動一下 到處都這樣講呢 但是我們 來這邊只有叫叫叫 齁 時間啊 可以換取空間啊 那真的什麼辦法都沒有了 反應也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為什麼要在今年 黑暗的實驗 都黑暗啦 政爭 經濟 也繼續壞 齁 齁 所以用心良苦 齁 但是 所言 可行 所以次長 政治來講一下 這個 緊急煞車 閒來熱馬 不要葬 委員所提的 因為你葬有沒有解決問題啊 委員所提的意見 今天也都有很多 委員有提過 所以你就從善如流啊 但是因為譬如說對於這個特許旗啊 其實不同委員有不同的意見啊 但是要整個票價降下來 我們其實 我們是有接受今天委員的意見 我們應該會再找高鐵啊 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優惠辦法 就是實質上啊 不要什麼優惠辦法啦 不要實質優惠辦法啦 製造 用差別取價齁 差別取價 優惠辦法 形同差別取價 差別取價 又讓你原來的市場 結果 又這個產生變動啊 這不對的啦 人家已經習慣怎麼搭車 你不要去變動它啦 結果你那個著鳥怎麼樣 就變成賢人啊 來浪費 來浪費 這個資源啊 我想我們什麼優惠應該是 真正上班的 真正急著開會的 他怎麼會去著鳥呢 那著鳥這是旅遊玩的 那是額外的 結果你優待在幹什麼 這是委員所講的那些 為生產性的一個優待 生產性的你讓他 這個交手爛額 這什麼總體經濟觀啊 不是不是 委員所建議的那個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開始 要跟高鐵在談 因為他們也整體提出來了 還有要請教那個 郭董事長喔 你那個加掛車廂 是你現在車廂不足 還是現在已經極限不能加掛 我們不能加掛 不能加掛 對 這沒有那個設計 沒有那個那個根本沒辦法 是固定的 固定的 加班不能加掛 對 要加就是 只能加班 那畢業的時候你就加班啊 彈性加班啊 是 我們特別像最近這個 中秋節 我們就加了十幾班車 那麼當然每加一班車 都是成本 當然啊 這個 但是我們一定是很快速的反應 因為你要培養市場 是是是是 你不要讓這個市場呢 又 又這個萎縮掉 是是是 因為大家這個習慣喔 因為大家這個習慣喔 他每個人的這個生活的這個這個 portfolio 對 他會做一個選擇啦 對 那選擇他大家流行搭高鐵 他其他他可能很貴 我覺得很貴 但是慢慢的他跟人家跟人家做高鐵 以前沒有看到歐巴桑在做高鐵 現在歐巴桑也開始做高鐵啦 是 降下歐巴桑啊 所以發現生活 生活消費 生活跟消費的這個行為會改變嘛 培養你的市場嘛 是的是的 這個您的建議非常好 所以這個從長期今天喔 千言萬語一句話 這個時候真的不能漲價 真的不能再漲 人民已經苦到受不了了 那一個 那個margin已經快崩掉了 接著下來社會動亂 自殺的殺人的 到處亂七八八 那社會成本 你想像不到的 接著下來連人都會去破壞高鐵 你看 因為 不是我烏鴉嘴嘛 真的這個社會 這慢慢累積上來的嘛 像我們以前在 我在這裡 在羅上埋實行國防部長 說你這樣 讓羅斯基地送下去 你基地這樣下去會出大問題 你看 洪中秋案就出來了 這不是議員啦 這是理論 你高鐵喔 現在是電動狀態 你一漲價 這個電動狀態 就破壞掉了 只會更壞 不會更好 所以現在 從其他地方 徵集用時間 徵集空間 改革 改善 然後 增加你的營運量 增加你的擴張你的市場 然後 讓人民的接受度更提高 這樣慢慢的 之後 欸 所得提高的時候 經濟穩定啦 這才脹 那大家都很接受 所以不要殺雞其軟 不要 現在實際不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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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